雙手上靠被逮捕到案 這名男子就是涉嫌撞上 男親爸爸的肇事駕駛 現在整個驚悚的撞擊瞬間 也曝光了 當時他的車輛準備作戰 一開始先停下里讓執行車 沒想到重新起步後 傻都煞不住 直接撞上機車 車殼零件噴飛 看到闖下大禍 警方向盤一轉 馬上逃離現場 我父親目前的情況 還是很不樂觀 但是我聽到嫌犯落網 我的心情覺得很欣慰這樣子 騎士被這麼一仗 已經兩天了 尚未脫離險境 但聽到終於逮到人了 騎士的兒子 曲先生感到派出所致謝 但聽聞照示駕駛是趙逃累犯 給予嚴厲譴責 嫌犯他是一個趙逃的累犯 就是他是有千科的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很痛心 那我希望說嫌犯可以勇敢地去面對他的錯誤 六十多歲的騎士 這次為了幫相依為命的兒子送走餐生活用品 十九號一大早 新京七嫌中山路口時遭到疑似違規 左轉車輛撞上 照示駕駛因為遭到通緝 才會鴕鴕鴨心態不顧他人死活 這名駕駛駛隔了 這是 這名駕駛駛ie lässt deze ludzi 私 Informationen 視 caminho 舒伊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